眼前这一望无际的条条长路 如同催眠的骑手势 于是你的眼皮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我是个不喜欢开车的人 所以有时候那个年节要回家没有办法 大概开个一两个小时 就会有很疲倦的感觉 春节廉价登场 高速公路上常上演艺人类 称全家的戏码 肩负交通安全及家人性质的驾驶 真的是压力善大 专家说别再因为床假 就挥霍你的睡眠时间 一般其实我们成年人 一般会需要的睡眠 大约是落在七到九个小时 当然有的人会稍微短一点 比如说七个出头 不想在方向盘前成为行尸走肉 最好注意前一天的睡眠量原则 定时以及定量 快起床之前 我们有一个叫做快速动员期的睡眠 其实对我们的第二天早上 脑部的一个清醒的一个运作 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修复 七到九个小时拆开来的话 其实对我们第二天开车 或是注意力和脑部的一个运作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但自然作息正常 还是累到趴倒 就口律常忽略的睡眠误区 睡眠呼吸中止症 大吃大喝重口味打牌聊天 这对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 都是狂踩雷的行为 数据显示会将病情提高到30%以上 至于两者如何勾连 医生提出解释 盐分的摄取它其实代表是水分摄取比较多 所以这个下半身水在前面睡眠的一到两小时 累积到上半身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的上呼吸道 主要是舌头后方这个上呼吸道 它这些软组织的水分变多了 其实会压迫到我们上呼吸道的一个畅通性 换言之开长途车的前天 你以为睡得够久 很可能根本没有睡饱 有时候会喝咖啡 或者是吃一些那种 很凉的那种口香糖 帮助自己提神一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提神妙招 但如果真的累坏了 也别再硬撑着 赶紧好好补眠吧 大爱新闻王以千 林立一张略嘉采访报导